第918章 争夺银塔 5100万 5300万 林东望着前方那些不断出现了各方大势力 这个时候的价格已是拼到了一种相当白热化的一步 5000万的价格即便是对于他们而言也不算是小数目 因此当竞争的价格再度被哄抢到了5500万时 终是有着一些大势力不甘地坐了下 不过看他们略显阴沉的面色 显然是不可能如此轻易地必是将这银色小塔给放弃掉 看来所有人都明白 在这拍卖场中获胜并非是彻底地得到了银色小塔 充其量只是获得一种先机罢了 林东环顾场中如今还留下来的大势力也仅有三家 那便是邪风洞天 乾坤洞天以及那魔幻宗 显然这三家都是不想放弃 而本就已是相当高昂的价格 在经过了一番争夺之后 最终稳定在了6100万价格上 而出到最终价格的正好则是邪风洞天 倒真是有钱 林洞淡笑地望着 那竟然从这么多的争夺者中脱颖而出的邪风洞天 眼神略显戏虐 谢炎兄可真是大手笔啊 这银色小塔虽说或许关系到一座轮回强者的洞府 但毕竟还未彻底确认 你确实能够花这般价格将其购买 真是好魄力 周全砸了砸嘴冲着谢炎淡笑道 多谢周全兄提醒了 不过我想这东西值那个价钱的 谢炎披笑肉不笑地道 他心头已是实在有些火气 如果不是最后周全抬杠的话 这价格哪能高成这样 周全笑笑轻声道 那就恭喜谢炎兄了 不过真希望你能够将他顺利地带回邪风洞天 在说着这话的时候 那周前的笑容显然也是有些怪异 而同时其他的那些大事里也是微微撇嘴 漫不经心地靠着椅背 微锤的眼中却是有着唏嘘冷色掠过 谢炎自然是能够觉察到那些古怪的视线 当即一声冷笑 说道 哼 那我们便拭目以待吧 拍卖台上 唐东凌望者这番雪拼落幕也是奄然一笑 说道 既无人再争夺 那这银色小塔便以六千一百万玄元单的价格 归属邪风洞天所有 整片拍卖场也是在此刻发出一些嘀嘀的哗然声 不过略显古怪的是 很多人的面色都是略显古怪 视线胶纸间 眼神的深处都是有着一些贪婪的在涌动 走吧 拍卖结束了 灵动笑眯眯的看了眼那些炎 然后抬起身子 对着慕灵山说道 慕灵山点点头 他也明白 虽然拍卖结束了 但真正的好戏现在才开场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 想来那些风动天的人 该会有些头痛了 灵动带着慕灵山出来拍卖场 然后便是拐进了天山阁中 他要在这里拿它在拍卖场中所获得的东西 在侍女带领下 灵动和慕灵山在那贵宾室略作等待 便是见到唐东霖那夭求的身姿出现在了视线中 灵动兄 你所拍卖的地心声灵将一共获得了1250万玄元单 扣除火山岩金石 以及你在拍卖场所拍的东西 这便是有所剩余的 唐东霖笑盈盈地将一个乾坤带递过来 说道 你所拍卖的东西除了那具干湿之外 其余的都是其中 麻烦唐姑娘了 灵动点点头 然后看向一旁的慕灵山 后者抬头 冲着唐东霖笑嘻嘻地道 这位姐姐是怕我拿不出钱来买那干湿吧 唐东霖略显尴尬 但她毕竟长袖善武 千禧欲指刮啦刮 慕灵山的光洁的脸蛋笑道 那干湿虽说价格不菲 不过倒还没让姐姐心疼到肉痛的地步 大不了我帮灵动兄将这钱垫上都行 你这丫头就别玩了 灵动无奈地摇了头 慕灵山黑黑一笑 小手一扬 一个乾坤带便是闪现了出来地向唐东霖 两千万玄元单都在里边 唐东霖接过也没有怎么查看 反手交给身旁侍女 然后玉手一挥 便是有着庶人将那水晶棺抬了进来 灵动望着那水晶棺中的干尸 眼神的深处掠过一抹激动 然后缓步上前 手掌轻扶着水晶棺 隐隐间 她能够感觉到一丝丝稀薄的吞噬之力 自其中散发出来 灵动兄 这干尸颇为怪异 任何靠近她的能量都会诡异地消失 你若是要对她做什么 可得小心一点 一旁的唐东霖提醒道 多谢 灵动笑着点头 袖跑一挥 便是将水晶棺收入乾坤袋中 吞噬祖符就在她的体内 她可不担心这吞噬天师会有什么异变 灵动兄似乎对这干尸挺了解的 唐东霖美眸一闪 轻声道 也不算吧 灵动含糊地回道 索性这吞噬天师太过罕见 如果不是言的话 就连她也不知道 这东西竟然会是用吞噬祖符炼制出来的 若是让天商阁知道 他们用两千万 便是将一具未来可以媲美转轮镜的强者的干尸给卖了 恐怕就连天商阁的阁主都会脸红脖子粗的冲出来 所以这种事还是不要让别人知道的为好 唐东霖见到灵动言辞闪烁 知道她不愿意多说 也就一笑置之 她会如此询问 只是心中的有些好奇而已 毕竟他们天商阁用尽所有手段 都无法查出这干尸究竟什么来历 对了 灵动兄 这几天的时间 天商城或许会有些乱 你多多注意一些 唐东霖犹豫了一下 突然道 灵动目光一闪 如今银色桥塔落到了协风洞天手中 而其他那些大势力 想来也必定不会甘心 而他们的背景 也并不会怕得罪协风洞天 所以若是有机会的话 一定会出手 抢夺那协风洞天手中的银色桥塔 而这样一来 也必定会是一场腥风邪雨 多谢唐国定提醒了 既然东西交接完毕 那我便也先行回去了 灵动冲着唐东宁抱拳一笑 然后也就不再多留 带着木灵山 便是在他的注视下出门而去 而在他刚刚走到天商阁门口时 却是见到前方人群涌动 再接着 他便是看见 那在不少人指指点点中 走出来的邪风洞天一行人 那守卫者正是谢言 而当林栋再见到谢言时 后着显然也是发现了他 当即眼中便是有着寒光掠过 走上前来 冷笑道 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胆子倒是不小啊 呵呵 现在有麻烦的可不是我 等你们能够顺利的把东西 带出天商城再说吧 看来这几天 倒是有好戏看咯 林栋冲着谢言细腻于笑 然后也就不再多说 静止的在其身旁走过 行出天商阁 这个混蛋 谢言面色有点难看的望着 擦身而过的林栋 全都紧握 想来如果不是如今情况特殊 他一时忍不住的要出手 将后者收拾了 走吧 少冬主 赶紧拿到东西 我们还得商量 定计如何脱身呢 现在跟着小子墨迹 可不划算 在谢言身旁 那黑老者轻声道 谢言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点点头 他知道 现在的他们 可正被无数红眼给盯着 他们也的确分不出心神 再理会林栋了 林栋带着木灵山走出天商阁 然后抬头 望着那蔚蓝天空 在那不远处 仿佛是有着黑压压的云层 缓慢的笼罩而来 在那压抑气氛之中 似是有着血腥涌动 好戏 现在才刚开场 林栋搓了搓手 淡淡一笑 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才得到第二枚祖父的线索 他会轻易放弃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舞动